抗议旺中活动当天发钱的白衣妇人身份揭晓 她叫梁慧莉在一间全森影师当会计 员工爆料说当天到场抗议的根本不是学生 都是临时演员 但是全森公司就说这钱是另外一家上多利公安公司给的 不过在上午上多利活动副理就出面 她把源头推给了朋友的朋友 掏出千元钞票发放走路工 白衣妇人身份揭晓 她叫做梁慧莉 在这间全森影视娱乐会计兼股东 全森证实这些人根本不是学生 统统都是临时演员 当日工资500块 总计40人 梁慧莉发了2万 但背后出钱的是 是这间上多利公关公司 暗铃没人回应 但上多利活动副理接受采访 坚持不肯透露藏进人 中天新闻层层查证 7月28号上午9点找出发起人之一黑彩人力 晚间8点求证全森影视 两家业者证实分别以600和500薪资 找临时演员 而且委托人都是上多利张姓副理 但张文玲回应是帮朋友的朋友介绍公司 藏进人还是问号 已经引发负面观感 根本他不是学生 然后他只是应该就是人家请的就为了赚钱而已 那没什么可信度 你说活动 对啊对啊 所以有内幕的话 那显然就是不是很 就是利益的利益团体的这个操作而已 对不对 所以应该是不是很公平的 我当然希望知道真相 民众呼吁找出藏进人 厘清真相 不让学生民意遭到恶意滥用 成为不肖人士的攻击武器 中天新闻台北纵报道